阿瓜多爾總統科雷亞指 美國註銷斯諾登的護照 令他無法離開莫斯科機場 阿瓜多爾曾經多次與俄羅斯磋商 但就沒有結果 指斯諾登的去向掌握在俄羅斯手中 科雷亞又澄清 事遲不知道斯諾登離開香港後 打算到阿瓜多爾 重申斯諾登必須入境阿瓜多爾 或者進入阿瓜多爾駐外使館 才可以審批他的政治庇護申請 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 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視像訪問時表明 會繼續幫助斯諾登 他批評華府千方百計 阻止斯諾登尋求庇護 是剝奪他的公民權 阿桑奇又說 斯諾登已經保存好美國政府的機密資料 華府阻止不到他繼續洩密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李可曼報導 他都能做到 他都能做到 使用法 致約